不出意外 马克龙玩脱了 极右翼提前三年上台 大家好 六月初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欧洲议会选举上的失败 一怒之下 提前三年解散了国民议会 试图用极端方式迫使民众和法国的极右翼派系分道扬镳 而这个行为呢 被外界视作一场自视甚高的政治赌博 这几天呢 议会选举结果出炉了 马克龙不出意外的 输得很惨 彻底玩脱了 让极右翼势力提前三年上台 这个结果甚至将影响到中国的一系列布局 枉费了我们中国的期待 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 在法国人民对这次国民议会的重新选举热情度非常高 在开放投票的当天中午就达到了25.9% 远高于此前的投票 整体投票率上呢 也超过往年 达到了65%的投票率 从事后的统计数据上来看 马克龙无疑是迎来了一场惨败 极右翼势力的国民联盟 以34.2%的巨大优势稳居第一 而范左联盟位列第二 拿下了29.1%的选票 马克龙的执政党则最惨 只有21.5%位列第三 如果后续的几轮投票马克龙没有扭转局势的大招 那么马克龙 这场赌博相当于是给极右翼势力做了嫁衣 让他们提前三年登上了权力舞台 开始影响法国的重大决策和历史选择 而且未来三年很大程度上来说法国的政治将陷入瘫痪 而且是事实意义上的那种瘫痪 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龙的很多决策和极右翼派系那是完全相左的 换言之马克龙今后他再要做什么决策 国民议会就要开始反对了 极右翼要求结束移民 重建工业化 反对支持乌克兰 马克龙这些呢都做不到 不是因为他能力问题 而是因为他的屁股问题 左右拉扯之下法国未来三年的政治基本就是瘫痪了 而且未来法国政治领域的斗争很可能不仅仅是内部的斗争 还会有外部势力的干预 美国制造的这场俄乌冲突除了要打击俄罗斯 还有的就是要重新捆绑欧洲 美国对法国的渗透还是很厉害的 GUE上台之后 决策上的很多方向也不是美国所希望看见的 GUE除开不支持乌克兰 也推崇贸易保护主义 而这两点呢 美国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肯定是要插手干预的 届时的斗争只怕会非常激烈 此外呢 马克龙的这次失败也会成为波及全欧洲的一个信号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就提到过 因为欧冲突带来的经济危机 难民危机和能源危机 全欧洲开始集体右转了 保守派重新上台 而这次马克龙的失败 让极右翼提前上台 相当于鼓舞了整个欧洲的极右翼士气 到时候为了能够上位 那些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简直是不敢想象啊 很多人都说啊 法国极右翼靠近权力舞台中心 可能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好处 可能法国不会紧跟着美国走了 但问题是他们推崇的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汹涌的政治斗争 也会影响到法国与中国的多领域合作和接触 中国这些年挺希望看到马克龙 可以带领欧洲实现政治独立 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瓦解美国的盟友体系 可现实却是 马克龙很可能会辜负了中国对他的期待 各位说是不是呢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